姐妹俩正在游泳 姐姐的钻戒突然滑落水中 两人急忙去捡 还没来得及上岸 泳池盖竟被管理员关闭 二人猛推玻璃 玻璃纹丝不动 连忙大声呼救 周围却死一般的寂静 两人身处泳池内又没有手机 游泳馆直到下周才开 怎么做才能自救呢 姐妹俩搜遍整个泳池 终于在边缘发现一个小洞 然而洞口实在太小 连只手也无法伸出 更别说用力掰了 妹妹绝望地认为 他们必死无疑 在原地发起了牢骚 然而姐姐不肯轻言放弃 不断寻找泳池内可用之物 这次 姐姐找到了一块坚硬的塑料板 试图用其打磨扩大洞口 然而经过一番折腾后 洞口毫无改变 还浪费了不少体力 妹妹开始讽刺起来 笑她何必做这些无用功 不如等待你的白马王子来救我们 眼前困境让妹妹心态炸裂 将所有过错都归咎于姐姐 要不是简难没该死的戒指 两人又怎么会身陷困境 说着说着 妹妹甚至嘲讽姐姐因为爱情而抛弃自己 原来在妹妹戒毒时 姐姐只顾着谈恋爱 从未前来探望她 真是莫名其妙 姐姐不愿与妹妹争吵 于是独自潜入水底 取出了卡在出水口的钻截 突然 她发现脚下的铁板竟然是松动的 这给了她一线希望 用着老铁砸玻璃肯定有戏 然而她用尽全力 也无法将铁板拉动 仿佛就长在水下一样 她不得不寻求妹妹的帮助 但妹妹蹬鼻子上脸 责怪姐姐尽出些馊主意 面对欠扁的妹妹 姐姐惹得被气得不耐烦了 这不行那不行的 你牛波一你想个法出去啊 正当两人真问不休之计 姐姐的包里突然传来手机响声 是她未婚夫的来电 姐姐眼中燃起了火焰 开始盼望着未婚夫能够解救她 然而她从下午一直等到日落 电话铃声响了无数遍 白马王子却迟迟没有出现 就在这时 泳池的灯也定时熄灭了 四周陷入了一片黑暗 妹妹怕黑 只能打嘴炮分散注意 她又一次抱怨起姐姐的未婚夫 说得正起近时 却发现姐姐捂着头脸色惨白 看起来十分痛苦 原来 姐姐的糖尿病犯了 她急需胰岛素 否则撑不了多久 妹妹都不知道姐姐还有这病 其实 姐姐在三年前就已经确诊了 妹妹不知道 是因为她从没关心过 这下妹妹终于闭嘴了 她不再处处跟姐姐对着干 而是破天晃地拿起了塑料板 开始打磨洞口 在这危急关头 她一定要带姐姐出去 就在这时 泳池的灯光突然亮起 原来是职业般的清洁工 这次肯定有戏了 姐妹俩立刻行动起来 不断敲打玻璃 大声呼救 几乎把人家吓得魂飞魄散 但当清洁工了解了情况后 她却悄悄地翻看了姐姐的钱包 里面有些零钱和一张银行卡 这让清洁工露出了失望的表情 接着她走进控制室 关闭了泳池的监控 然后走到姐妹俩面前 悠哉悠哉地和他们聊了起来 特别强调了自己曾蹲过监狱 而且家里有个年幼的女儿 现在急需钱用 姐妹俩听完直接猛了 大姐 你到底放不放我们出去 清洁工却说行了 要我帮忙可以 先把银行卡密码交出来 姐妹俩这才明白了清洁工的意图 她是想要勒索一笔钱 今天真是水逆不宜出门了 妹妹憋了一肚子火 发表了一连串激烈的言辞 这可把清洁工给乐坏了 她表示自己不仅可以给他们开门 还能操作泳池的水暖系统 如果不给出银行卡的密码 就会让他们在冰冷的泳池中冻死 听到这 姐姐终于认清了现实 实实物地说出了密码 结果34岁还处于青春期的妹妹 又叛逆地在冷嘲热讽 表示清洁工的女儿有这样的母亲 她的生活肯定很悲惨 这番话直击清洁工的痛楚 立马激怒了清洁工 在取钱之前 她毫不犹豫地关闭了泳池的水暖系统 寒冷的水温在深夜变得更加刺骨 姐妹俩很快就开始瑟瑟发抖 好不容易把清洁工盼回来了 对方还是不肯开门 问她原因 清洁工竟摆出一副受骗的表情 表示银行卡里就那么几块钱 你耍脑子呢 看着姐姐越来越虚弱的样子 妹妹开始急了 她不明白清洁工居然会这么恶心人 她决定要报复回来 于是 妹妹透过小洞叫住了清洁工 说要告诉她恐龙扛狼的处处 报复是报复成功了 但是代价又是什么呢 清洁工被彻底激怒了 反手将泳池的清洁系统调至最大 泳池中喷射出氯气 强大的气流几乎将姐妹俩冲得晕头转向 氧气逐渐稀薄 姐姐和妹妹都陷入了窒息的危险 本就虚弱的姐姐晕倒在水中 妹妹终于慌了 迅速将姐姐带到洞口呼吸新鲜空气 同时向清洁工道歉并大声呼救 清洁工见到姐妹两块被淹死 这才关闭了氯气喷射 嚣张的问小洋还敢不敢猖狂 不识人间险恶的妹妹泪流不止 她再也不敢了 此时的她终于明白 自己的臭脾气可能会导致家人受伤 可闹心事还没完 他们的处境仍然艰难 清洁工再次提出要求 她想要姐姐的钻戒作为交换 虽然姐姐的心如刀脚 但面对局势她别无选择 只能交出钻戒 清洁工回到操作间 看着钻戒笑容满面 这么大的钻石肯定可以卖个好价钱 突然姐姐的手机再次响起 未婚夫发来的留言显示 如果凌晨五点前没有回复 她将会报警 清洁工匆匆地瞥了一眼时钟 顿感事态紧迫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时间不多 她必须抓紧时间 姐妹俩已经没什么好敲诈的了 清洁工遵守了之前的约定 回到控制室输入密码 准备打开泳池的盖板 然而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密码机发出了错误的提示音 清洁工试了一次又一次 却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她这才想起自己曾经偷东西 被经理带住的经理 经理一定是不相信她 偷偷改了密码 这真不是时候 清洁工陷入了进退两难的抉择 她其实根本没有杀人的勇气 如果盖板打不开 两天后 姐妹俩注定会面临死亡 但如果她报警 警察一定会查出她有问题 她绝不愿再次坐牢 最终清洁工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她选择放弃姐妹俩 让他们自生自灭 她转身推着车离去 不回头看一眼 希望再一次破灭 妹妹心急如焚 开始疯狂问候起清洁工的家人 当她回头时 惊讶地发现姐姐趴在浮标上 毫无动静 情况变得更加紧急 再不注射胰岛素 姐姐就要见太奶了 如今唯一能够破开泳池盖板的 就只剩下水下的厚重铁板 然而在之前剪戒指时 她的头发曾被下水道卡住而差点溺水 这让妹妹产生了心理阴影 可现在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眼下只有自己可以救姐姐 想到这 她终于鼓足了勇气 开始与铁板较量 她试了一次又一次 前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然而第三次 她找来一条泳裤 将其用作把手 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终于成功地移动了挡板 让其脱落 妹妹兴奋地游回水面 却发现姐姐已经没了气息 妹妹害怕姐姐会死在自己面前 一边抽气 一边给姐姐做人工呼吸 希望能够挽救姐姐的生命 时间过得异常缓慢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 姐姐终于重新苏醒过来 紧接着 妹妹抄起铁板猛砸封盖 一道裂痕出现 她越来越用力 裂痕变得越来越多 随着一声巨响 风盖碎了 妹妹赶紧带着姐姐上岸 手忙脚乱地注射了胰岛素 眼看姐姐的体温正在回升 缓缓睁开了眼睛 妹妹这才松了一口气 可清洁工突然出现了 手持着一把手枪 原来她担心姐妹俩没有死去 会去报警 因此打算亲自解决 这个潜在的威胁 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 妹妹紧紧护住了姐姐 哭着向清洁工保证 他们绝不会报警 清洁工不为所动 靠得越来越近 大难当头 妹妹想起了清洁工的软肋 表示如果你杀人了 你的女儿究竟何去何从 将来只怕是会背负 杀人犯女儿的骂名 此话一出 瞬间让清洁工清醒了过来 她终于松开了手中的手枪 把姐姐的戒指和手机 都被还了回来 妹妹迅速拨打了医院的电话 信手承诺让清洁工离开了现场 姐妹俩终于得到了解救 当姐姐终于醒来时 她和妹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谁能想到 曾经被忽视的亲情 竟然在绝境中成为了 姐妹俩最强大的动力 为什么游泳时会禁止佩戴视频 通过这部电影 观众们或许会对这个规定 有更深刻的理解